过去二十四小时 一连串烂人眼花缭乱的举动 一是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拜登单选 特朗普拒绝承认结果 继续的指控大选有无比 二是普京终于发出鹤电祝贺拜登单选 美共和党参议员领袖麦康奈尔承认拜登胜利 三是拜登发表胜选感言 他突然咳嗽不止 在这所有的大事中最吸引眼球的 毫无疑问是普京的核电 毕竟美国俄罗斯关系不简单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以至于有人各种的猜测 2016年普朗普单选普京两个小时后就发出祝贺 2020年拜登获胜普京一个多月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当然俄罗斯有俄罗斯的解释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此前就明确地表示 而已准备好与美国能损出来的任何一位总统合作 但需要等待官方宣布后再祝贺拜登 11月22日普京亲自解释 不祝贺是政治惯例 没有什么别有用心 也没有理由破坏两国关系 我们只是在等待美国内部的政治对抗结束 你们在内斗俄罗斯在等待结果 尽管这个结果明年人都很清楚 所以美国选举人团投票已结束 普京终于出手了发出了迟到的贺电 这也是安理会五常中最后一个国家向拜登发来的贺电 外界注意到普京还不是最晚的 至少特朗普的铁哥们巴西总统还没有任何的表示 当然早晚还是启次的 最大的玄机其实在普京的贺电中 在这分给拜登的第一分贺电中 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内容 普京大致说了两三句话 第一句普京祝贺拜登成功 普京坚信对全球安全和稳定 富有特殊责任的俄罗斯和美国 尽管存在分歧 但能切实地促进解决世界面对的许多问题和挑战 第二句普京表示 基于平等和互相忠重的俄美关系 应符合两国人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第三句普京强调 就我而言 我已经为与你互动和接触做好了准备 有点拗口但仔细研读 三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信号一 普京认为分歧不能够影响俄美的特殊责任 什么特殊责任 维护全球的安全和稳定 所以普京也很坦诚 我们确实有分歧 但我们必须合作 没有俄美的合作 世界很多问题挑战 就不可能解决 这是事实 但第一分贺电中就强调分歧 这还是非常罕见的 也表明了普京的高度警惕 毕竟就在美国大选的前夕拜登还明确说过 认为俄罗斯是最大的敌人 普京这么网 发贺电 不能够说跟这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即便如此 普京还是告诉拜登 我们合作还是得合作 不然世界不会太平 有期待也有警告 幸好普京划出了底线 什么底线 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 不平等互不尊重的 那么俄罗斯不答应 关系就好不了 这一点误冤置疑 过去四年是美俄关系最糟糕的 十年 特朗普可以说是出了浑身解数 试图改善美俄关系 但赚上的是国内的反俄铁枪 在民主党主导下 美国对俄的制裁一波接一波 甚至试图缓和对俄关系的特朗普本人 也被卷入了通俄门官司 也因此被拜登批评是普京的小狗 以至于普京不得不调侃 你们这样贬低美国总统 是帮我们提高国际威望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影响力这么大 所以接下来试炼 俄罗斯其实不抱太多幻想 但必须警告 要合作就必须平等 尊重俄罗斯 幸好上我已伸出橄榄枝 普京明确说了 就我而言 我已经为与你互动和接触 做好了准备 现在就看拜登的恢复了 普京和拜登其实不陌生 但印象却很不好 2011年 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 拜登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会晤普京的时候对他说 我正在注视你的眼睛 我不认为你有灵魂 普京看着我笑了 说道 我们彼此理解 拜登直接了淡地说 普京没有灵魂可见心中的厌恶 这种个人关系 也是美俄糟糕关系的一个说影 当然普京用幽默化解了 但心中的不快 也可想而知 但现在必须面对现实 拜登是美国总统 这已经无法改变 普京必须位于筹谋 但是外界出一道 拜登很快和麦康奈尔通了电话 接受后者祝福 但对于普京的贺电 拜登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毕竟内政重于外交 特朗普还拒不接受大选结果 所以对拜登来说 麦康奈尔的祝贺 显得特别重要 毕竟他是共和党最大的大牢 大牢开了头 共和党必须调整政策了 所以国际上有人开玩笑说 拜登终于等到了普京的祝福 却永远等不到特朗普的祝贺 但未来的美俄关系 对普京和拜登来说 都是一个重大而严峻的考验 美俄继续对峙下去 在中东 在东欧 在很多地方 世界就不会太平 但关系能改善吗 我认为很玄 拜登的一些狠话 应该有竞选语言的成分 真正的政治家 更应该从 不会被自己反使 但考虑到 美国国内的反额姿态 拜登短期内 调整对俄关系的可能性 真不大 相反 为表明自己言出必见 还可能会大半挥舞 刚刚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 声称遭到黑客入侵 几乎没怎么调查 就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尽管俄罗斯此前 一再的佛论有关 这或许就是一种舆论战 但是可以预料到 在未来几年 针对俄罗斯 历史指控会不断的出现 俄罗斯虽然有RT 但在世界的舆论上 挨骂问题同样是没有解决 普京发出了迟到的贺电 表达了某种善意 但也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和清醒 拜登不是特朗普 特朗普都不能够改善 美俄关系 更别提拜登 美国大概率会大半挥舞 不平等也不踪中俄罗斯 俄罗斯有心理准备 普京已经做好准备 是打电话 还是安排会晤 就看你拜登的了 球抛到了拜登那边 当然 一切看结果 挤压越厉害 反抗越激烈 普京不是新手 俄罗斯不是擅长 那意味着一番新的恶斗 所以或许你也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不久前 普京突然会说 我们不需要与中国建立同盟 但时间将表明它如何发展 但我们不排除 要注意到 就在普京发出贺电几乎同时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经中俄两国援手批准 两国国防部长 亲属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 而运载火箭的协定 新协定有效期十年 自2020年12月15日生效 就在当天 中俄国防部长还举行了视频会议 参调两军用在此基础上加强务实合作 进一步充实双边关系内涵 这就是平等 相互尊重 还有高度的互信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远的改变 中俄不是盟友 但也是又甚是盟友 还有不到20天 不寻常的2020年就要结束 20年前 普京接掌了俄罗斯 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 20年后 普京又面临新的重大考验 一场新的大戏 又要上演了